Everything's amazing 第一代的Range Rover 在70年代已經推出 在那個時候 世界上並沒有SUV一樣東西 Range Rover究竟是甚麼呢 它是一部有真正越野性能的汽車 有超級豪華設備及豪華車廂 所以我介定它為豪華越野車 進入了第四代的小改款周期 外形看來沒有甚麼變動 但豪華之上原來可以更加豪華 外形上看來沒有甚麼變動 頭燈變了少許 鬼面罩變了少許 尾燈變了少許 大致上就是Ferra的佈局 書港的Range Rover只有一個版本 只有一個長陣的autobiography版本 即是最厲害的版本 車價300萬左右 滴滴滴 鎮入了Range Rover的車廂 感覺是換言一身 完全不像是小改款的設計 首當其衝是源於Ferra的上網系統 上面控制導航 多媒體電話 下面控制冷氣及越野模式 軚盤亦是Ferra的款式 左右多了一個控制面板 中間的手飾箱 是一個真的會發冷的雪櫃 你數一數全車的喇叭 現在達到29隻 Meridian 還要非常好聲 坐椅子有發熱透風功能之外 一樣有按摩 最過癮的改動是甚麼呢 留意一下這塊大天幕 多了一個手勢控制系統 如何開關 這就是招職了 未改款之前的Range Rover 顧客購車之前 有些東西要選擇 你要選擇五座 只有四座 今代不能選擇 你看到是五座 其實它也是四座 因為按按按鈕 整個中央手枕會反下來 變成四座版本 第二個重點的改動 一樣是座椅 看上去好像沒甚麼改動 但如果你摸摸它 你會發現它軟熟了 厚了很多 坐下去非常舒服 還有甚麼改動呢 留意一下門壁 燈光掣 窗簾 座椅的角度 氣壓調校 全部都放在門壁 放在更快的位置 左後座就是這輛車的老細位 老細位當然是零細碳 有甚麼要玩呢 按下這個按鈕 前座便會向前移 我便向後挨 一路移一路移 腳甲亦會伸出來 頭枕亦會降低 我的腳甲亦會緩緩地上升 按下去調校好蝴蝶頭枕 如果你回大陸的話 睡覺吧 是最好的選擇 睡不著的話 亦不需要擔心 打開手枕 你會發現了一個遙控器 可以遙控前面的螢幕 首先按一套氣來看 愛情動作片也不錯 第二件更加炭的 就是今代後座加入了按摩功能 而且按摩程式有很多種 還有熱石按摩 力度也不錯 使用的引擎都是5公升V8的Supercharger 輸出由510匹調升到525匹 以一輛2.5噸的車來說 它的0-100匹快到嚇死人 只需要5.5秒 多了15匹都是那一句 我當然是駕駛不出 但這車的感覺 看甚麼呢 跟以前一樣 大把力在手 好像你的銀包有一大疊1000元 你洗也洗不完 洗來洗去都是免費 你看看轉數 維持2000轉左右 但力量還有大把 它就是用之不原的力度 你何時要 它何時能給你 這就是一種很疏爽的力度 而且這車運轉起來 是寧靜的 引擎不吵 波箱不吵 車廂隔音也是頂班 我挺欣賞這車的操作 因為無論油門 轉向 你作出一些轉向 讓有踩駕駛的指令 它能給予你的反應 也是快的 駕駛不是輪盡的 不會拋來拋去的 又到挑剔的時間 整輛車可以挑剔的地方 真的不多 我個人就很不喜歡 這所謂五座和四座的模式 因為五座模式 中間所謂的座椅 其實根本就不是一張座椅 沒有座椅可言 你坐下去拋來拋去 完全不舒適 長期四座更實際 總結來說 小改款的Range Rover 沒有令人失望 它依然是當今世上 最有代表性的豪華越野車 一部車集合性能 集合終極的越野功能 有豪華設備 有舒適的空間 有很好的乘車享受 沒有什麼車可以跟它比較 三百多萬當然是貴 十三點多升級 100公里油耗 廠方說過實際應該不止 亦都是非同小可 但買得到這些車的人 我再說一次 一定不會去計較 給我是有錢的 用完一缸油 我還不進去 換過另一家 好啊 我自己可以 好了 好啊 好啊 不愧是無故事 是只是一種有情 想法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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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